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位合计港口带来投资回报 当中包括巴基斯坦和泰国 我们投资了很久 泰国已经十几二十年了 到这两年来讲 它的经济发展是比较增速很多的 你在泰国来讲 我们的码头是一个最新 最现代化的 我们的设备来讲是比较深水 和比较更加能够充分处理到 现在新的大船 我们在巴基斯坦和泰国港口里面 现在建一个最大最深水的港口 可以融合到未来所有船公司 最大型的船 挂靠港口 巴基斯坦可以令它自己 海口的联网 将科目运到一些 没有港口国家里面 巴基斯坦本身来讲 成两亿人口不多 所以市场可以远超过 现在的经济 这些发展与一带一路倡议 刺激了低密的航运业 带来更加收益 香港也受惠于其战略地位 其实香港的地位 作为中共汉汉港 已经完成了 所以香港现在已变为一个转口港 但是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经验 和人才来讲 可以令到香港都作为一个 人才的输出的基地 还有我们这么多年 做一个超级联系人 我们和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贸易、物流方面都已经接轨 今时今日来讲 一带一路 制造更加多贸易和物流的机会 所以香港的物流界 可以利用它以前累积下来的经验 它的关系 去更加发展多些 投资多些资源 在一带一路国家里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